书法是我国文字艺术之美 为了要延续这一项利于美的文字 草屯登影书院特别开设书法班 让许多喜爱书法的民众 能够透过文字修心养性 指导老师李荣秋表示 这里的学生很喜欢我所教的书法 一开始我教他们行书 行书必须学习一段时间后 才能够换学草书 我在这里教这些学生 他们很爱我教他们的评论 这些书法的评论 怎么做我都一项一项教他们 他们很爱 我们很爱说我用教他们的方法 我手教他们从行书开始 开设下了之后 他们就就走到我这里 走到我这里做行书 行书要删一斟之后 这要裹到抽屉 但是它措施非常不简单 行书在做的时候 要先把一个草莓楼 才有大途的变化 以措施 所以我在这里觉得 学生们对于来这里学书法 都感到相当有兴趣 他们表示 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书法的重点 学书法相当有趣 我们也是从基础开始学起 老师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人 因此学得相当有心得 我们退休以后 会有一种好像很落寞 很无所依靠的那种感觉 那来了以后 这些感觉都没有了 我们全神就贯注在学习上面 那我们学习的东西蛮多的 那除了这个书法算是重点 因为学书法大家都蛮有兴趣的 而且也是从非常困难 没有半年基础开始 所以呢 大家年纪不管多大 大部分至少都有六十岁以上 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 从完全没有基础开始 一点一点的学 越学就越有兴趣 那我们的老师是一个 那我们的老师是一个 大家都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师 又很有爱心 他对我们这些白法和云法族 特别的关心照顾 那跟他学呢 他就是会一点一滴的 把我们的一些小缺陷啊 或者是大的地方 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教导 我们来这边学习呢 老师非常的认真 然后我们觉得 学习这个书法呢 回家会因为练习 把心变得比较宁静 然后呢 就是小朋友们看到阿嬷在学习 他们也会很喜欢的 来一起学习 就会觉得说学习书法的人 一定不会变坏 心情会很开朗这样 书法重视韵笔 对于每一种写法 都必须从基础开始学起 尤其是软笔字的写法 相当活耀 从韵字走笔的方式 都必须能够表现 字形的艺术与美感 所以学习书法 就好比学习文字艺术 记者陈银智 草团阵采访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